由市议员林义奇和观点下有线电视台合伴的第二届东北角小小主播营即将进入尾声 8号进行最后一个提次的活动 由瑞芳区喉童国小的小朋友来挑战一日主播 虽然事前练习了好几回 但是一站在镜头前还是紧张得不得了 有人脸色僵硬手脚发抖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还紧张 不过还是稳稳的将稿子念完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第二届东北角小小主播营 今天是最后一个提次 来的是喉童国小三到六年级学生所组成的小主播团队 来到观点下电视台 第一次进到摄影棚参观 小朋友都觉得很好奇 而站在摄影机前更是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 对于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尤其是非常感谢我们林义奇林义园的一个大力的赞助 其实在我们偏乡地区 小朋友真的是平常只能在网路上看看新闻 或在电视上看电视 从而没有想过自己也有机会 到电视台来当为小记者 所以听到议员要来赞助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 他们心情都非常的雀跃 在老师他们的一个教导跟鼓励之下 拿到了这个新闻稿 他们不断地在家练习 在老师的指导下 能够互相的互相把这个新闻稿念给同学听 为的都是希望在我们的荧幕面前 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 就是我就一直盯着那个读稿机 然后就一直想着旁边都没有人 然后就自然就念过去了 喉童国小校长表示 感谢远离奇及观天下电视台 让偏相学子能近距离了解 平常在电视上所播出的新闻 是如何制播出来的 以及面对镜头时该如何自信地展现自我 即使紧张得不得了 但还是努力念完稿子值得加许 我们在来这边之前就有做了许多练习 比如说拿着稿在台上一直念 念到每个字都很熟 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才会这样顺利 真的小朋友今天在我们导播 记者一个辛苦的一个帮忙下 的确他们有很好的成果 所以在这边特别代表我们侯童国小 所有的师生还有家长们 特别谢谢我们林智林医员 还有我们观天下 这次为我们所做的这次很有意义的活动 为了提供偏相学子多元学习机会 观天下有线电视台持续与师议员林一齐合伴小小主播营 受到许多学生的喜爱 也借此让学生提升学习兴趣 将来或许也可以朝媒体或是电视台来发展 也看得出小朋友们潜力无穷 借成为细致采访报道